第十一节对线金奖 建模对位滑板鞋 本节为大家带来的是建模对线滑板鞋的对线金奖 素材选自韩服钻石分段 经常看比赛的小伙伴应该还没有忘记 自从那个男人掏出上单滑板鞋 在赛场上大杀自放 排位中就纷纷出现了许多的效仿者 那么本节就教大家如何用建模去打滑板鞋 老样子我们还是向来分析一下上单滑板鞋的特性 一 无限小卫衣 因为被动的缘故它可以无限风筝对手 让敌人很难近身 二 恐怖的消耗能力 长手搭配上被动 让它的消耗能力变得十分恐怖 滑板鞋一般在一级就会开始进行对线压制 所以我们在前期需要适当放弃一些骨刀 从而确保血量的健康 血量健康才能确保前期能平稳发育 平稳发育才能确保装备等级起来后 还能有反压制的机会 好了 下面让我们看看 本局建模是如何应对的吧 这局建模选择的出门装是多兰顿 因为面对滑板鞋这种消耗能力较强的英雄 我们出多兰顿来增强前期对线的回复能力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同理 当我们对线的是一些自己感觉有压力 或者消耗能力非常强的英雄 也一样可以选择多兰顿 与上节相同 建模都是在游戏的一开始进行站位 上节也为大家讲过 如果我们先到草里敌人后来 我们就可以利用先手的机会 再开局就可以占到一些血量的优势 可是如果敌人是滑板鞋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是想如果我们一级与其换血 那我们很有可能被滑板鞋的小位移 躲掉一段或者多段Q技能 之后我们也会被无限风筝 所以建模在看到滑板鞋后直接选择后撤 在没有滑板鞋失业后 建模直接又走到伊草去探查情况 果不其然 滑板鞋又从草里走过想进行压制 建模则直接后撤 等到兵线上线后 建模想借住兵线以及换血 打出一段Q技能不了Q空 滑板鞋很细节的从草里出来 直接越过兵线进行压制 建模只能选择后撤到滑板鞋的攻击范围外 再等到小兵将要到达线上前 建模上前勾引滑板鞋 想在小兵到达后 利用小兵的伤害预期换血 在小兵上线后 建模直接命中滑板鞋一段剑锋Q 又打出一发被动 接着又命中二段剑锋Q贴平A 最后打出三段Q直接后撤 这波换血看似在血量上 建模略困一点 其实已经很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建模能在一级换到滑板鞋 这么多的血量 咱且不说 大家注意滑板鞋在换血后 也用掉一瓶血药 并且出门装饰多兰剑 而建模带的是多兰盾 这样建模的回复能力 要比滑板鞋强 所以这波换血建模还是很赚的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 建模是如何细节换血的 有两点 一 利用一段Q电脑的长度 二 利用几方小兵 大家可以看到 建模第一次换血 就是在小兵上线时 只不过因为空掉一段Q 那后面的Q也不会命中 所以直接选择后撤等待时机 第二次换血又是在小兵上线时 然后利用一段Q技能的长度优势命中 展开换血 大家也可以看到滑板鞋在平A建模时 吸引了小兵的仇恨 所以这几个小兵也在打滑板鞋 最后打掉了他大半血量 还消耗掉一瓶红药 看了这波 小伙伴们是不是也知道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如何做先对了 当我们遇到滑板鞋 一级进行压制 一定不要轻易预制换血 换血时最好身边有小兵 且一段Q能大概率命中时 再选择和他对拼 并且我们要见好就收 不能连战 否则会被风筝 亏损许多血量 我们接着回到游戏 在第一波换血后 建模知道滑板鞋马上到达二级 所以一直保持着安全距离 最后就在塔下等兵线进塔 接着在这个草做了一个防御演 以防打野绕后干个月塔 在捕了一阵的塔刀后 发现几方打野艾克 与敌方打野在河道遭遇 并且滑板鞋也密死 所以立即点信号告知艾克 并且赶去支援 几方辅助发现也赶来支援 滑板鞋见证就掉头去了龙坑 建模则打信号 示意艾克包夹 在看到滑板鞋后 先对其打出一段Q 不慎Q空 之后平A两刀后 再打出二段Q 艾克也一剑来不伤害 最后挂上W节平A 将其送回泉水 建模的这波击杀细节有两点 一Q技能的释放 面对这种有许多小位移 并且带着从刃的滑板鞋 建模在第一段Q空后 没有着急释放另外两段Q技能 而是等到滑板鞋从刃效果消失后 再选择第二段Q技能 这是因为从刃可以让滑板鞋 快速平A三下 那也就说明 它在触发从刃时 位移的速度和频率就会更快 建模的Q技能就很容易打空 所以在等它的从刃效果消失后 再释放二段Q 就可以提高我们Q技能的命中率 2.W技能的释放 建模在对贴身敌人 释放W技能时容易放空 所以等到滑板鞋 与自身拉开一定距离后 才释放W技能 而且也是我们讲到的3.1线原理 从而使得W技能命中率可以更高 我们接着回到游戏 建模回线后 滑板鞋选择TP回线 此时兵线卡在敌方塔前 继续推的话容易被滑板鞋击杀 不推的话 自己会亏经验不输 敌方如果控线 兵线就会卡在敌方塔前 那么敌人就很有可能配合打野来干 可能我们就会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平地 如果TP上线 只为了吃这几个小兵还是比较亏 所以呼叫艾克来帮助自己推线 小伙伴们在对局中 肯定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种时候 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呼叫几方打野来帮助几方推线 否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亏的 建模在回城后出到一件布甲鞋 这是因为滑板鞋主要输出 都来源于平A的伤害 并且在我们月塔时 还可以抵御一些防御塔的伤害 所以现在出布甲鞋 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装备 建模在回线后 特意去吸引这波小兵的仇恨值 然后建草回到几方兵线前 开始存兵 它这么做的意义 是想做到控线的效果 当它吸引小兵的仇恨后 敌方的这波小兵就会抱团 那当这波兵在与几方小兵交汇时 就会快速击杀我方小兵 然后我们再用捕尾刀的方式 就可以达到控线的效果 对于一个上单玩家来说 这种兵线是再舒服不过的了 相反对于敌人就会非常的难受 我们接着来看看建模这波控线的成果 在滑板鞋回线后 建模已经到达六级 而滑板鞋亏了很多经验 第一级不说 兵线还处在这个位置 是很容易被击杀的 所以就猥琐在后面 不敢吃兵 建模猜到 滑板鞋会用Q技能补残血小兵 所以就站在这个位置 等待时机 果不其然 滑板鞋用Q技能补刀 建模就利用这个机会 Q1对其打出一段剑锋Q 挂上W技能 再开启R技能又打出第二段剑锋Q 接着就利用R技能 一速加成 追着滑板鞋走A 在滑板鞋平A 拉开一小段距离后 建模直接跟闪滑板鞋也交出闪现 最后建模AEA不足伤害 将滑板鞋成功击杀 这波击杀一共有两个细节 大家注意 1.冰线的运营 建模通过前面控线的方式 使得冰线控在几方塔前 这样滑板鞋距离自己的防御塔较远 我们在追击滑板鞋时才能打出更多的平A来补足伤害 2.技能的释放 建模在连招时Q1起手 这样可以更出气不意的命中距离较远的敌人 挂上W技能后开启R技能 利用移速加成和W技能的减速又打出了二段剑锋Q 这样就命中了两段高伤害的剑锋Q 大家注意 在命中两段剑锋Q后 建模并没有释放三段Q技能 这是因为此时建模知道敌人有闪现技能 如果打出三段Q技能 滑板鞋势必会交出闪现 那我们再跟闪现的话 因为Q技能的僵持时间较长 我们再跟闪现的话 也追不到滑板鞋 那就没有意义了 有的小伙伴肯定会说 那建模直接预判Q闪不就行了吗 预判Q闪虽然也可以 但是依靠运气的成分比较高 因为敌人要闪到哪个位置 我们也是无从都有知的 所以放弃释放三段Q技能 追着敌人走A 才是最稳定的击杀方式 当小伙伴们在对局中 也应该做到学以致用 要知道敌人的召唤师技能 然后在连招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才能打出完美的击杀效果 我们接着回到游戏 建模在看到兵线即将推过来后 从野区走到河道草 一过去插睁眼 发现没有视野 直接走向前与滑板鞋对拼 平A接一段Q 打出剑锋 接W技能 又打出二段剑锋Q 平A接三段Q技能 最后打出被动 又用一技能重置普攻 再打出一发普攻 将滑板鞋送回全水 这波看似平淡无奇的击杀 实则也是细节满满 我们来看 首先建模不走群城路 没有正常上限 而是绕过河道草 这样可以打滑板鞋 一个出气不一的效果 如果正常上限 滑板鞋肯定会有很大戒心 不会让我们轻易进身 其实我们还可以举一反三 在草里蹲敌人 在趁敌人捕刀时 我们再展开连招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Q技能的命中率 还可以打敌人一个出其不一 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建模在展开连招时 使平A起手 这样就可以使下一个被动CD 尽早刷新 所以我们在连招中 如果被动没有CD时 尽可能的平A起手 再在接下来的连招中 穿插一些平A 这样我们就可以多打被动 来造成更高的伤害 并且为我们回复更多的血量 好了 本节有意义的教学点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